治水破功 672亿填海 南台湾县市府海冤 台南82岁苏姓老公 昨天还面对镜头 向记者抱怨 家里每年淹水 没想到今天 却沉湿在淹水的家中 此因有待追查 从嘉乙一路淹到屏东 南台湾几乎泡在水里 但据统计 这些县市这几年来 砸了672亿填水 没想到八二湿淡水 见证了他们经营成果 我做起定 就是把它列为最优先方案 以后 听到庄四个人拜托 四年前赖清德姓氏淡淡说 三年解决了台南 30年的淹水问题 台南市八年花了190亿 结果是 街道变成露天泳池 你两个 这个当年不就老他 你等下来要再拉下 没了就没了 假议是八年一百亿 成果是让孩子们的诺亚方舟有用武之地 歌雄市十四年两百六十八亿 屏东县十二年一百一十四点六亿 这些县市十几年来花了这么多钱 结果变成人人逃离家园 网友讽刺这些钱 还不如拿来赠栽叫实际 像这么大的雨室 二十四小时雨量超过六百毫米 大家可以想象 下在哪里 在台湾下在哪一个城市 不会淹水 看哪一个批评的人可以讲出来 让他当上帝 各县市政府也喊冤 说气候变迁太剧烈 学者也认为问题在瞬间 雨量太大 我们累积雨量 一般来讲像台北都会区 都会区一个小时能容纳的 那大概是80mm 因为我昨天看的雨量来讲 有的地方雨量一个小时 已经超过一百多了 个人认为脑天蚁下的太多了 地方中心 连线报道